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晚安 歡迎收看 正常發揮 感謝所觀眾朋友 在晚上九點鐘鎖定 正常發揮來關心 咱們大家都很關心的事情 來 今天導播非常快 就給我對話狂了 剛剛我看到 長江三角洲 忠實粉絲 廣州月亮 我看看 蔡依依來報道 要求我 蔡依依過來啊 北京 花蓮 德國打卡 德國的朋友你好 蔡依依又來報道 不要亂講 新加坡來打卡 成都打卡 重慶 泉州 內疆打卡 悉尼打卡 太快了 大家晚安 上海打卡 晚上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冥王星打卡 僵尸 你住冥王星嗎 日本打卡 泉州打卡 廣東打卡 大同打卡 馬來西亞 廈門好多好多 香港的朋友你好 北京的朋友 成都的朋友 丹東的朋友 海南的朋友 浙江的朋友 太快了 新加坡 溫州 山東 擠南 太快了 天津來了 大家都來了 感謝大家在禮拜五晚上 這個應該是可以 好好休息放鬆的時刻 依舊選擇在準時固定的時間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時間 來觀賞正常發揮 非常非常的感謝大家 好 那我們昨天的流量也相當不錯 那一樣是在今天白天有進到發燒的前十名 雖然說這個名次不錯 但流量慢奇怪的 還是只有過去的可能一半的流量而已 不論如何都還是麻煩大家 多多的幫我觀看 這個後續的精華 還有分段的完整版 那當然啦 這個整段的完整版 如果你有時間 也歡迎各位在家裡 比如說你在做家事的時候啦 在陪小朋友的時候啦 蹲在馬桶上的時候啦 或者你正在沖涼泡澡的時候啦 也可以幫我多打開 我們多複習一下 多去這個溫故知心一下 下禮拜一要知心了 那我們就利用週末的時間 來溫故一下 今天的節目再看一次 前兩天的節目 如果覺得有遺漏的地方 精彩的部分 也不妨再回頭去複習一下 再回頭去了解一下 好嗎 感謝全世界各地這麼多的地方 連包含外太空 都有正常發揮的粉絲啊 剛剛這位冥王星的朋友 僵屍 我記得你了 冥王星的朋友 我就看你以後每天有沒有都來 我剛剛看到北港的朋友 烏魯木齊的朋友 三星堆的朋友 雲南 大家晚安 這個冥王星的朋友 有空幫我打電話給木星的朋友 看你這個木星的朋友 能不能也來我們正常發揮 這個學習觀摩一下好不好 好來 這個節目開始 今天周末我們進到主題之前 輕鬆一下 我今天呢 看到了這個某人傳給我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的男女主角我就不說了 但最近呢 這兩個人常常搞在一塊兒 有事沒事呢 這個男主角就跑去上女主角的電視專訪 這個女主角呢 我也不說是誰啦 總之她欠咱們中午天280萬 那這樣說了大概就知道是誰了 那某人傳了這個照片給我呢 上頭什麼意思呢 就說啊 這男女主角明明感情就很好 整天在那邊思相授授 只要出了事 這男的就跑到女的節目上 去抒發己見 去同溫層抱團取暖 可是最近出事啦 因為最近這個女主角啊 開始抓著慈濟痛罵 以下又質疑性別啦 以下要質疑中共自己人啦 等等等等 那這男的似乎有意切割 就說呢 不要把誰跟誰隨便勾在一起 可是我剛剛說啦 你回顧過去兩人的這個 也不要講甜蜜時光 也沒有啦 兩個人這個非同尋常的交情 湊成一對都不為過 那看到這兩人湊成一對 我就不禁想到了 我們非常神仙眷侶的一對 就是我們的賴老師跟 這個郁琴姐 周郁琴姐 那這個當然 這個女主角名字差一個字 但是外貌啦 氣質啦 個性啦 血氧差太多啦 根本不能比啊 那我就想到了 我們說這個賴老師跟這個郁琴姐 是情牽天下 對吧 有個漂亮的成語 周郁琴的情 賴月牽的牽 剛好跟這個情字一線牽 是一樣的這個道理 那我就看了這張照片我就想想 那這一對我該叫他們什麼呢 我想了好久 從這兩個人的名字啊 你要各配一個字出來 不容易啊 對不對 情牽嘛 我想了好久 我找到了 這個女方啊 名字有個郁嘛 對吧 跟我們郁琴姐差一個字 那男生呢 名字有個石嘛 那不如就叫玉石配吧 為什麼叫玉石配呢 人家情牽配 是情牽天下 你玉石配 你是玉石聚焚啊 兩位繼續配 我就等著看你們 玉石聚焚好不好 那玉是誰 石是誰 我就不說了 當然各位不要誤會 不要告我 我說這個配 不是說你們兩個 有什麼特殊關係 不不不不 我說你們交情好 在這個選舉的路上 在這個博眼球 真曝光綠的路上 你們是一對好搭檔 在胡說八道的路上 你們是一對好搭檔 所以女生 男生是玉 男生是石 你們就是玉石配 人家情牽是天下 你玉石是聚焚 那就等著看 玉跟石在一起 會不會有一天 真的聚焚 講完了 這我今天很想跟大家 分享的一個故事 感謝某人 傳了這張照片給我 讓我在這個 下午的無聊時光當中 多了不少的 這個排險時光的這個 悠閒時刻 好不好 來 我們就先見到來賓 再進入今天的主題好了 好不好 來 我們下來賓 首先第一位 蔡振元 蔡委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再看到的是 郭政人亮哥 朱平 帥名 帥將軍 大家好 滿這港小滿 大家好 我發現住在這邊兩位 因為是北京大學 因為是耶魯大學 各位不得了啊 這兩間學校 我在念八輩子的書 大概我也進不去 所以我由衷的敬佩兩位 那也確實兩位這個大來賓 在我們節目當中流量都非常好 當然包含帥將軍也是流量保證 因為他完全就是實務經驗 沒有人可以在我們帥將軍面前 挑戰他什麼 因為人家是當將軍出來的 在這個軍隊裡面 購資力 在政壇裡面 購資力 所以這個也沒話說 那當然耶魯大學的 跟北京大學的 那我真的是 貴到膝蓋都紅了 我本人這輩子最不貴的 就是念書啦 那至於小滿的話 就還好沒什麼好說的 加油 好 來 我們看今天的封面電視牆 好 來 這個習近平訪問中亞 我看到有媒體說啊 是習風暴 好像這個席捲中亞 橫掃中亞 那我認為風暴這個字 不太對 因為風暴造成的是傷害 對吧 好像到那去 破壞了人權啦 破壞了貿易啦 破壞了安全 所以我認為叫風暴不對 那我就思考了一下 那又怎樣 又不過不至於太過慘媚 但是又能夠表達出 他到了中亞以後 也許在未來的世界局勢當中 會掀起千堆浪 我思考了一下 小旋風那就叫習旋風吧 刮進了中亞 各位 今天我要從中亞這個地方 好好的告訴你 他對於中國大陸的戰略重要性 再加上中亞這幾個國家 這一次面對習旋風的橫掃 又給出了什麼樣的回應 手釘正常發揮 那當然中亞之行 大家最關注的 不見得是在中亞國家 你肯定最想知道 中俄兩國 好兄弟 到底談了些什麼 能互相幫忙些什麼 欸各位 這有意思啦 習近平說啊 中俄兩國 我們該怎麼樣 有大國擔當 什麼叫大國擔當 我們應該要維護和平啊 我們不應該挑起戰爭 如果有戰爭 我們應該儘快的平息它 大概是這個意思 欸說到戰爭 那你不得不想到的 就是兩個地方嘛 這兩個地方 不也正是中俄元首 習普會這一次核心會晤 所談到的區域衝突點嗎 第一個叫烏克蘭 第二個叫台灣 在大國擔當這四個字的大旗之下 到底習近平跟普欽 面對台灣議題 面對烏克蘭議題 雙方如何各自表態呢 待會兒也來告訴你 繼續我們來看 拜登總統是不是折議了 我很選一個標題 今天我們這個同事下給我的 叫做中美博弈 拜登折議 我很喜歡這種 對仗又押韻 還有暗諷嘲諷異味的字句 中美博弈拜登折議 為什麼呢 當然講到的除了中亞型 似乎中亞五國 全部站隊到了中國那邊之外 台灣政策法 昨天我們特別提到 專家也都分析過了 到底是拜登縮了 還是拜登想拿縮了 當成借口 當成談判的籌碼 告訴中國大陸 討好中國大陸 你看我努力的擋了 所以核彈籍的內容都沒有啊 那這樣我們雙方 是不是可以好好的談一談呢 現在對拜登總統來說 他最期待的大概就是習拜會了 記不記得拜登曾經講過 我是最了解習近平的外國友人啊 我跟他單獨 我跟他什麼通話什麼幾次幾次 單獨會面78小時 你連臉都沒見過 連面對面都沒有過啊 你敢說你最了解他 我給大家一個數據參考一下 這兩個人 他們兩個見過39次面 這兩個了 這兩位39次 你拜登 當然是我當了總統以後啦 是零啦 是零啦 但時間已經比較短啦 我們就期待第一次 期待第一次 好 那這個台灣政策法 會不會讓拜登總統 期待已久的習拜會 胎死腹中呢 這也是個有趣的觀點 我們今天也可以好好討論一下 另外在歐洲 我昨天跟大家說到了 現在有夠慘 西班牙總理說 我們什麼都經歷過啦 就差這個喪失入侵還沒發生 再這樣搞下去 哪天真的歐洲慘到就喪失入侵了 而在與此同時呢 美國要如何來幫助這些 他的歐洲盟友 又或者是實際上的美國 只是想自保而已呢 都要鎖定這場八回 今天的節目保證精彩 我們來看第一張電視牆 好 我們先來看 兩位 兩位 好 我們先來看 在中俄是不是要建立這個新秩序呢 這肯定是大家最關心的話題嘛 當然對俄羅斯來說 當然希望跟中國抱緊緊嘛 但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不是真的要順著俄羅斯的心意 去建立一個抗美集團 抗美聯盟 去建立新秩序 去取代美國霸權 各位 那可不一定啊 好 我們來看雙方 比較核心的說法 首先 習近平提到了 中俄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 互相有利支援 在貿易啦 農業啦 都要互聯互通 而且在各個領域都得務實合作 好 那在普丁的部分呢 也提到 兩國是全面戰略協作的關係啊 而且這關係啊 穩固如山啊 非常穩啊 不是外面隨便幾則報導 幾則留言 就可以挑撥離間的 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呢 我們的航向不偏 動力不減 當然啦 這是在大國博弈的表態 但你最關心的還是聚焦台海 跟烏克蘭的部分嘛 在台灣的部分 當然是中國大陸希望 俄羅斯表態嘛 在烏克蘭的部分 那當然反過來 是俄羅斯希望中國大陸 能夠有所支持 對吧 我們來看看 在針對台海的問題部分 普丁先提到啦 我堅定遵守一中原則 譴責美國及其盟邦 在台海的挑釁行為 非常好 這個就是習近平要的答案 這個就是台海問題 這份考卷裡頭 普丁給出100分的標準答案 所以習近平回答了 高度讚賞 二方堅持一中原則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 還有外部的干涉 任何國家都無權做台灣問題的裁判官 要兩岸自己解決 好了 在台海問題上 看起來雙方是OK的 有共識的 普丁釋出了這麼大的善意 烏克蘭的問題上 中方又是怎麼回應呢 我們來看 習近平是不是對俄烏戰爭 有所疑慮呢 他只提到了 我剛剛說的那段話 中方願意跟俄羅斯一同努力 體現大國擔當 為變亂交織的世界來注入穩定性 各位 這段話可有趣了 導播我講這段話 可以幫我拉近到這段話嗎 對應該沒那麼難對不對 對好不好 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 什麼意思 不要再亂了 不要再打了嗎 該停了嗎 有沒有這樣的意義 或許有 好啦 中國似乎沒有對烏克蘭的問題 表現出支持啦 力挺啦 等等的這樣的態度 那普丁怎麼回答 普丁他提到 說高度讚賞中國的平衡立場 理解你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 而且他表示 中國可能對這場衝突的未來 存在疑問和擔憂 會跟中方詳細的解釋一切 各位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訊息爆炸的談話內容 所以中方對於二烏戰爭的未來 是存在疑問和擔憂的嗎 各位這是普丁講的啊 這是俄羅斯媒體發出的內幕消息 所以普丁必須要跟中方詳細的解釋一切 那中方存在什麼疑問呢 又有什麼擔憂呢 這是讓我非常好奇 也蠻想知道的事情 習近平主席到了中亞 中亞這五國 包括哈薩克 烏茲北克 土庫曼 吉爾吉斯 塔吉克 在這一次的俄烏衝突裡面 都相當擔心俄羅斯 而且一以言表 都不太贊成俄羅斯去打這一場 烏克蘭的戰爭 雖然他們沒有譴責啦 對對最起碼是沒填著 但是這種立場 心裡面就 平常已經講會毛毛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跟烏克蘭一樣 也都是同一個時間 從蘇聯脫離出來的 他當然心裡會擔心說 那哪一天是不是 我跟你有什麼矛盾的時候 我也要面對同樣的一個危機 跟風險 那習近平到了中亞來講 就扮演一個很好的反衝劑 因為第一個 他的立場是高度中立的 但是在普廷的講話裡面 你是相當的平衡 你的平衡立場 就是用我們中文來講 你都不偏不倚啦 美國歐洲都給你很大的壓力 需要你偏過去 倒過來來制裁俄羅斯 那最起碼 你這個能夠擋得住壓力 你的立場站得很穩 你雖然沒有幫我 那我已經很感謝了 因為至少你沒有偏過去 所以普廷已經滿足在於 中國現在的立場 那當然中國是在 那個栗戰書講的 並從不同方面給予車運 我們中文談過 對 不同方面一定不是軍事方面 那這個有時候就是 商業貿易啦 多買一點石油啊 或其他金融方面多一點支持 因為很清楚嘛 你這個iPhone不能用了以後 那我大量送小米進去 你不能說我支持你打仗吧 我送你華為嘛 對不對 那你說信用卡不能用呢 我贏連系統給你用 你不能說我支持你打仗嘛 這兩碼則是 這也是人道救援 我維持俄羅斯裡頭 人民的生活嘛 烏克蘭面對很多的難民問題 很多的內部問題 那他也不會去提供烏克蘭 任何跟戰爭有關係的東西 可是人道援助也有 所以澤蘭斯基有一在講 他現在為止沒有罵過習近平 大概全世界該罵了很多罵光 全都罵過了 對 那這個沒有支持他 反而他沒有罵到 這表示中國這個立場 烏克蘭也能接受 那對中亞這五國來講的話 中國扮演的角色 真的是大國擔當 什麼叫大國擔當 第一個我不知道動亂 那有動亂我盡量幫忙去撫平 所以最近哈薩克好像跟俄羅斯 為了說他自己的能源出口 到歐洲去 俄羅斯不太高興 不太高興 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這些公司又都是中國投資的 所以中國比較好去解決這些 小矛盾 談不上什麼大矛盾 所以習近平去中亞五國 因為中國的立國原則 我不干涉各國的內政 他真的有這個紀錄 不干涉各國的內政 所以這些大家很放心 第二個 你又用實力 來支持這些國家的發展 這五個國家 其實經濟發展稱之不齊 有那種GDP 那個美人GDP不到800塊美金的 也有人將近快要到2000塊美金的 所以這個五國比較有錢的 像哈薩克斯坦 土庫曼 中等的是烏茲北克 那比較窮的吉爾吉斯跟塔吉克 那剛好就是一帶一路要經過的地方 那習近平會帶給他們 對未來一種高度繁榮發展的期待 那這種期待呢 就會化身為一種貿易的力量 所以習近平你看喔 這也是跟普丁的談話裡面喔 他實在是太厲害了 從頭到尾沒有講一句烏克蘭 但普丁聽懂了 彼此的核心力 你知道我的核心力台灣 那你很捧我長 謝謝 我也知道你的核心力 你其實問題不在烏克蘭 問題是在北約啊 這一點啊 我也該有的理數得到啦 這個北約不應該變成一個 威脅俄羅斯安全的一個組織吧 你要維護這個北大西洋的穩定安全 可是你美國所領導的北約 現在真的是在注入穩定的因素 還是在注入動亂的因素 這一點也許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很明顯的美國要承擔的 大國擔當是沒有做到的 反而是整天去燒火 所以對於這個習近平所扮演角色 主持人講說他扮演一個懸風的角色 他不只是懸風啊 他根本就是菩薩到中亞去 所以為什麼會受這麼歡迎 連那個白宮發言也不好意思說不好聽的話 柯比什麼時候會講好聽的話 提到中國 柯比我統計一下 百分之一個九十以上沒有一句好話 都在唱什麼啦 都在唱什麼 都在對象的 他的角色扮演是這種功能嘛 可是他對於這個 這個習近平這兩天的這個表現 他說句不客氣一點 屁都不敢放意思 對 無懈可擊嘛 他一直敢說 對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 中國有這個支持俄羅斯 他也只能這樣說 因為他在中亞有很多情報單位嘛 你在烏克蘭有很多情報單位 他在俄羅斯裡面都有嘛 美國人搞情報 現在幾乎是全世界無孔不入嘛 所以他一定會很清楚 中國目前的行動 以及他的這個做法 都一清二楚 那你總不能說 中國跟俄羅斯 像習近平這裡面講的 基本上他有幾個重要的原則 中亞五國跟大部分國家 都能夠接受 大概只有美國為主的 幾個國家不能接受 第一個 以聯合國體系為主 第二個 以國際法為根本 第三個人類生命共同體 第四個全球主義 不要去搞些什麼貿易壁壘 你剛剛講的 美國都是以北約為主 就我說了算 以他自己為主 以美國利益為主 以美國的錢為主 什麼都是美國為主 跟你剛剛講都不一樣 完全不同 就像昨天我還跟一個 美國的一個經濟學家在聊天 他跟我講說 我們這個美國搞這個 俄羅斯的價格上限 講的有了沒有 我就能不能回他一句 我贊成你 對石油跟天然氣 設價格上限 但是應該設的地方 設什麼 設你美國賣給西歐 設價格上限 你不能賣那麼貴給人家 他聽得當場一嫩也不 你告訴我經濟學什麼道理 我練那麼久的經濟學 我想不通 有什麼理論 可以支持你這種價格上限 好吧 你要價格上限 你身先士主 西歐不是你的兄弟嗎 你的朋友嗎 為什麼你美國的天然氣 賣到西歐一整天在漲價 石油整天在漲價 你好朋友總該設個上限 你怎麼只對俄羅斯設上限 你自己美國不設上限 結果讓整個西歐的物價 能源狂漲 你的兄弟水深火熱 那真的是水深火熱 石油是水 天然氣是熱 整天搞得亂七八糟 那你還好意思賺這種暴力嗎 你好意思說我們是兄弟嗎 兄弟不是在打對折賣的嗎 兄弟怎麼會說 哇 長了以後還得加成 兄弟都是送的 如果我弟經過來說 哥我需要什麼 你拿去拿去 我有的話拿去 不用還不用還 都不用還拿去 還好意思說我們是盟邦 Aline 我還跟你簽 要問那個 艾魯國際政治學模式 這個叫 還跟你簽戒句 算你三分力 怎麼可能 送都送你了 我說這個簡直是那種 黑到開的那種 當鋪行為 這根本不是朋友 第二個我再嗆他 你美國要高級 你什麼偉大的標準 你告訴我的民主人權 給我個答案 為什麼那麼窮 那阿富汗七十幾億美金的外匯村 你要把他扣了 第二個 請問你有什麼樣的法律的理由 你說你俄羅斯政府 中央銀行的外匯 你扣他 我們當然沒話講 戰爭行為本來嚕嚕 人類歷史上的戰爭行為 沒有去課人家老百姓的財產的啦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你告訴我歷史上什麼時候 寫過這個東西 那你請問你 你跟那個強盜綁匪 有什麼不同 你跟索馬利亞的海盜 有什麼差別 你說最不及欺怒嗎 最不及平民嘛 本來就是 無論什麼說那個角度 所以不要給我整天 裝個一個很神聖的樣子 只要提到這一點 我都一肚子氣啦 那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 儘管有人對他有何 這個有意見 哪個意見 美國所幹的 我剛才講的那一件事情 他有沒有幹過任何意見 對 沒有啊 從1949年立國以來到現在 有沒有哪一件幹過這種事 沒有啊 所以 行為跟行動本身 可以證明你一個政治體制的 品質高下就很容易去判斷 所以 這個今天 除了在美國所控制話語權 大家不要忘記 話語權怎麼控制呢 有錢能死鬼推磨 什麼錢呢 美國國會曾經編過 五億美元的預算 這個某億美元要在全世界 收買媒體 幹什麼用 專門在黑中國 黑過香港 黑過新疆 那你有沒有做一點 稍微比較正派的事情 你不能這樣幹事情嘛 那好啦 那黑不下去了 我就開始翻臉了 是不是 要跟人家這個 嗆來嗆去 那個意義不大 如果你今天美國 是拿了錢 到處去什麼呀 去做好事 欸 好吧 中國有一帶一路 那好啦 你兩帶兩路吧 中國有時候你不行嗎 歡迎啊 對啊 到每個地方 中國說到哪地方 蓋個鐵路 那你不爽 不然你來蓋更高級的鐵路 那不然你來搶標嘛 你蓋得比我好嘛 那邊你也可以啊 花的錢有多 那我要你做嘛 你又不做 你沒本事做 他只想賣軍火 這是才讓人家一肚子火的事情 所以美國在國際聲望上 為什麼連在東安亞都顛倒過來 東安亞以前 以前把美國捧得多高啊 我想帥將軍有跟東安亞 很多的軍人 聯繫過 只要提到美國 這東安亞都是肅然其境啊 那怎麼今天所有的民調裡面 中國在東安亞的聲望會比 比這個美國高 理由很簡單嘛 做好事講好話 然後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 那相互之間多忍讓一點 你那個所以南海 不管你美國什麼挑剔 搞了什麼這個仲裁法案 今天中國在對很多東安亞國家 在南海利益的讓步的程度啊 遠遠超過你那個 南海仲裁案的判決範圍 那只是法律上明義大家要面子 有時候是很難處理的事情 就是民主人面子嘛 面子以外其他實際利益 所以為什麼菲律賓最近的改口 願意跟中國好好重新商討一下 我們在南海的資源開發 意思就是說 哎呀你老大哥多讓我兩毛啊 這個大家一切我就不 跟著美國就好了 中國總會跟你計較這一點利益呢 要開採南海那種油田的技術跟資金 哪是你菲律賓玩得起 不要說你菲律賓玩不起啊 連馬來西亞的越南都玩不起 現在整個亞洲地區啊 只有一個國家玩得起 那就是中國 其實他沒有那個能耐嘛 所以面對這樣一個局面啊 習近平只要走到這個 正確的這個軌道上面 他走到中亞會受歡迎啊 他今年我跟各位保證 到集團體他仍然是重新拱月 還是最受歡迎的那一個 他本來就是啊 那我還真想看看 拜登總統會不會被晾在一邊 這個委員講到這個 我就想一個畫面跟大家這個回憶一下 我忘記是前一陣子 在美國是什麼事情啊 是國慶嗎 這個國慶酒會還什麼 我已經忘了 我已經忘記了 當時就有媒體捕捉到 在一個類似酒會的場合裡頭 那這個拜登總統 現任總統嘛 人一定在 他覺得我是現任總統 大家都圍著他這樣 就沒想要出現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喔 臉黑黑皮膚黑黑 可是比拜登還要亮 是誰呢 歐巴馬 然後媒體 大家記不記得 我節目有講過 然後媒體就捕捉到那個畫面 所有人看到歐巴馬 啪的一下 全部圍著歐巴馬 好像歐巴馬是總統 拜登總統好可憐 我看有點難過 他一個人在旁邊 不曉得該怎麼辦 沒有人 他是總統喔 歐巴馬是前總統 他的前面是空的 然後歐巴馬的前面都是人 他那個 我跟你講那個攝影官真壞 他那個角度從這邊拍 從這個 我是拜登總統的 這個左手邊 上面往下拍 這一拍完了 拜登總統前面沒人 歐巴馬前總統前面一堆人 整張拍下來 還廣角 我跟你講 這照片PO出來 哎呀 看了說我多心酸 就我多心酸 不曉得這個 我們政員委員的這個 預測會不會成真 這樣的狀況 有沒有可能出現在G20呢 我覺得不要啦 我覺得大家就一半一半 這個中美 大家都好 好不好 不要再去洗臉拜登 不然你不曉得 他一下腦子出錯 袖斗接錯線 又做出什麼 莫名其妙的事情來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 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他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